好嘍 今天这支Vlog从开箱开始 先给大家拆另外一个快递 猜我买到了什么 刚到黄金海岸的时候晚上吃饭 收到一条微信 然后就是Sals跟我说 他到了一个我前面一直想要的一个包 不是什么季节款 就是一个很classic的 这个我已经打开 就是有摆弄过了 等下午6点多到墨尔本的吧 然后我8点就去店里把它拎回来了 试着一支大mini 无论怎样都很美 它的这个皮质也是巨舒服 现在不买以后也会想要买 看有货的时候一定要下手 然后下一个 可能是MECA买的 一个是这个 这个看起来很怪 它是一个美妆蛋 但它是那种silicon base 好小啊 哦是这样的 bouncy bouncy的感觉 MECA他们自己出的一个唇釉吧 里面是这种金光闪闪的感觉 啊 这颜色 它跟网上差别好大 最好这个是雾面之地的 这个上嘴绝对是不可能 跟吃了毒药一样好吗 但这个可以做腮红 我没想到NARS这个颜色也会打折 就那个棕红色 我记得这款蛮出名的 来着 这颜色好看 下一个是MECA他们家自己吃的一个smoothing primer 就是平滑肌肤的一个小的这种妆前乳 能对上浆吗 我当时试试 它是送了一个美容油 我的皮肤不太适合用油 这可以留着给我朋友 我们家两只狗 嘴都可臭 这种男朋友买的 下一个是这个Olivian 每次买东西很方便 它家是那种集合网站嘛 但我说实话 Olivian它价格并不算是订得很好 而且它上面成立的都是美元 最近美元跟澳币来比的话 其实不是很划算的 我前面在他们网站时刻就看到了 说买129美刀 它会送一些礼物 然后礼物里我看到有气垫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可能吧 怎么会送一个这种 气垫的正装 但真的诶 然后它给我送的颜色是2号 大家 它这是还送替换装吗 它送的是CLEO的这个Velvet Cushion 丝绒质地的一个气垫 然后是这种黑色磨砂的 这个系列是Vegan的 就是没有任何动物测试啊 然后不含任何动物油 是这么说吗 我不太会解释啊 所以它这里面呢 已经是带个气垫了 但是它又送了个替换装 打开来看看 它这边这个遮毛孔的感觉 还蛮强的耶 它这边磨皮磨得很好 这个可以试试 最喜欢免费送的东西 这些小样呢 我晚点看 这不用多说吧 郑宣墨的气垫 我最近对气垫还蛮上头的 因为觉得补妆很方便 我之前出门是绝对不会补妆的人 但最近出去玩我发现 我认识了新的女孩子们 出门一直在补妆 而且那个妆面真的很好看 所以我觉得是时候 做一个精致的女孩 跟大家一起就是补妆的时候呢 换一点不同的产品来试试 她也是带一个替换装的 然后顺便呢 还送这个三个粉扑 这个真的太好用了 这是我第三次回购了 但她用了其实也蛮快的 护发油 其实也不是油吧 它是那种水状的 造型之前喷它 卷完了那个头发光泽感特别好 或者是我洗完头 再喷它 用吹喷机吹干 头发也会很那种丝滑的感觉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用到为数不多 头发喷入里面特别好用 特别有效果的 所以我就一直在不断的回购 这个是眼膜 然后我买的是绿色的这款 Green Tea的绿茶 我就想说如果平时在家里 没事干啊 干活或者什么的时候 可以直接给眼下敷个眼膜 这个品牌我之前从来没有用过 但是我看到有很多韩国的女孩子 用这个品牌的气垫 那这款气垫 我觉得有点不划算 不带替换装的耶 但它的包装很便宜 你们看到吗 这种白色的 这个既然不带替换包装 我也就先不打开了 我先慢慢用 这个韩国品牌的东西 最近好像是有用过啥 我忘了 我前面找高光棒 找蛮久的 闪料的那款呢 它色号其实也不是很好买 我就想说刚好在 他们网站上看到了 这个牌子的高光棒 我觉得这种光泽感 跟你出油还是不太一样 买的这个色号是light 它有一款跟闪料特别像的那种 透的像透明气光唇油一样的之一 但我觉得可能还是 稍微有点颜色 会显得没有那么像本身皮肤出油的感觉 哇这个质地很好 这个我是被一个欧美的化妆师种草的 它是一个专业的化妆师 在YouTube上也会出视频 这个是它年度最爱 上面是有那种精华成分的 然后喷雾说是比较绵密 能够让你的粉底和散粉 还有整个妆面融化的最好的一个喷雾 然后它当时这么说完我就心动了 这个其实不便宜的 但如果你是在美国的话可以在亚马逊上买 亚马逊上的标价好像我觉得还不错 哈喽我刚刚看完医生 我去看我的脸了 又过敏了 我离近点给你们看 非常非常的红 然后非常的痒 然后医生呢就给我开了这个药 这个药涂上以后呢是不能再涂别的东西 我本来想说从今天开始拍年度彩妆 给大家总结一下2022年的一些好的彩妆 眼影盘口红什么的 但现在这个情况呢真的就是什么都涂不了了 就只能先涂这个 墨皮螺心软膏好像是这样子 然后如果实在皮肤太干了呢 就是涂完这个以后可以喷一点那个喷雾什么的 然后我就想说算了 还是听医生的话吧 乖乖的把皮肤养好之后再拍视频也可以 然后我就想说刚涂完这个软膏嘛 现在也不能出门什么晒太阳什么的 现在就是稍微见一下身 然后强身见体这样子 让你听 lou有一种事 是的 我们先去打打的 我们看好 白隔开开 我记得 我的妈咪很像 我们走在街上 我们走在街上 我会走在街上 我叫白隔开 我叫你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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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亮 Aloha 我刚下车库万把手机了 现在又上楼去拿手机 我的脸呢又过敏了 我打算这次是真的把我的脸 好好的整一下 所以我先戴了帽子戴了口罩 就物理凡晒这样子 先去拿一件手机 你们知道澳洲这边 想要看一个皮肤科医生 有多麻烦吗 这是一个什么死亡角度 anyway就是刚才说 你只能先去看那种普通的医生 他觉得你需要看专科的时候呢 他才会把你推荐给专科医生 我就先找了一个家附近的clinic 就诊所嘛 然后那医生看我的脸呢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就随便给我开了个药 我去药店买完那个药 晚上回家敷在脸上呢 我的天哪像是一百万只蚂蚁 在我脸上爬 顺便还咬我几口那种感觉 然后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第二天就停了 第三天呢我就想说 这种general doctor 他是看那种全科病的嘛 他对皮肤其实并不一定特别了解 然后我又去预约了一个 就是那种皮肤专家 他自己开的美容诊所 在澳洲这边 但是呢就是去到了 他们那里的皮肤科医生 就跟我说要回到我的普通门诊 再去看一下我的GP 让我普通门诊的医生呢 给我重新开一张referral letter 我才能回去让他皮肤科的妆科医生看我的皮肤 真的很麻烦 我为了看脸真的是跑了好几趟了 然后今天呢是又要去那个门诊去见我的GP 然后让他给我写一个referral letter 顺便问他要一副药 那最后呢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事情先变得好复杂跑来跑去的 那这里是一定要戴口罩才能紧 嗨嗨嗨 拿到了referral letter 但是医生呢给我重新开了一个药 叫什么美莎松blahblah的 他说我肯定是执意评验 用这个铁定能好好吧 我再相信GP最后一次 如果实在不行呢 我就拿着我的referral letter 去看专科医生 试试吧 每个医生说的都不一样 就在三天前 同一家医院同一个办公室 另外的医生给我开的这个药膏 不管是皮肤科医生 还是今天那个医生 都说这个是不难涂的 不知道为什么他给我开这个药 所以说医生和医生之间 看病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吧 我爸也是医生啊 但皮肤这方面他就看不懂 所以就是说 再相信医生一次 希望皮肤赶紧能好 这样我医院能恢复工作 哈喽我到家了 已经把医生给我开的药膏都涂好了 我爸也干不了啊 然后就 快点画 我再画个兔子 不知道你看什么 兔子还没开始画 我在画背景 我乱画的 不是你这个啊 皮肤上有点激素啊 没影响 不是吃的有 吃的有 就像他们这种概念 皮肤上这个 它直播 马上就乱解了 就可以了 我刚下期没电了 然后给你们看看我画完的 这个兔子有点皮啊 这个表情 好可爱好搞笑 噔噔 前天订的蛋糕到了 上次我去滑雪的时候 订的也是这家蛋糕 然后刚开了一个 我买的还是他家最经典的那个cheesecake的味道 然后我多买了一盒 一会拿下去送给我们的building manager们 因为每次我快递特别多 他们老帮我说快递挺不好意思的 写个小卡片给他们 虽然信念已经过去了 现在都是1月11号了 那这个蛋糕就是我的啦 我虽然刚吃完午饭 但是还有点胃口可以吃下午茶 OK那我去泡杯咖啡 顺便把这个蛋糕送下去 我现在要出门拍照去喽 就去我家边上的地儿拍照 什么东西啊 跟个三毛似的 好炸 那我先开车一会儿见 到了 这个家附近 这里蛮好拍的我感觉 对得找个有伞的 这后面的这个楼我觉得好有感觉 就是那种很旧很旧的那种感觉 我们又决定下去了坐下面吧 棒 坐这 下面有伞 没想到这台是最早一个号 因为我想我穿着鞋子 穿着鞋子 穿着鞋我穿着鞋 我刚换下来的这个毛毛拖鞋 看这个是娜娜娜夫鞋 换一套 结束 来这边喝点东西 换了个衣服 尝一下这个橱片 高吗 嗯 别人的口红 因为我也挺爱 你觉得这能喝吗 你们换啥 你觉得衬衫是领不开的太大了吗 再忌一锅 给自己做了一个早午饭 是两块贝果煎蛋 然后还有草莓 配了一杯冰咖啡 今天我的主要任务就不拍视频了 今天有很多东西要剪辑 我就打算一会吃完饭呢 再给Peggy洗个澡 有人更新视频了吗 先吃一口让我尝尝 有些果酱加起司加香葱一定不会错的 哦 这个蛋煎的有水 哎呀 棒 有水瓶 嗯 你觉得你能吃到吗 Peggy 这是小果果能吃的吗 看来我刚收到了一波海韵 我把那个箱子什么的都已经取掉了 我还不确定质量 不想给大家说衣服 但我到了化妆品呀 然后双十一在直播间买到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边是买的盘子碗 我买了一个into you的新品 但是等海韵到了它就不是新品了 先来分享一些餐具吧 我前面是本来不想在淘宝上买盘子碗的 因为我很怕那个质量不好 或者是运到了以后它会坏 但是那天看Rini的视频也是两个月前吧 他在淘宝上买了很多盘子 我感觉质量蛮好的 所以我也想说海淘一波试试 先说这个碗 这个碗我好喜欢啊 倒熟了以后 它是那种白色 然后里面有那种小点点的 它的标标是这种绿色的 他买了这个汤匙 是四个颜色 这样子的 就是很奶很可爱 买了一个黑白格子的小盘子 可以用来放面包 或者是小蛋糕之类的 喝下午茶应该很有感觉 而且它到了以后都没有磕磕碰碰的 我觉得很不错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盘子 这个盘子我都不记得 我有买 它是一个这种不规则的盘子 这个放牛角包应该很好看 是这种扁的 它也是没有磕磕碰碰的 下一个小盘子是这个面包形状的小盘子 这个放一个小面包 塗点黄油 或者是搞一个那种 Poached egg 应该很好看 然后是这种棕色的 小便便 然后这个是我买的 一个小篮子 但这个不知道要放什么 放水果之类的 这种东西去掉 这都得再洗一洗 二次消毒以后再用 这个拍照应该蛮好看的 然后这边还有我买的其他的小勺子 它这个是有单独包装的 它的这个手柄这里呢 也是有这种小彩色的设计 这是两个那种小木头的勺子 晚上吃茶碗蒸的时候用 蛮好看的 买了两对 我一对 我男朋友一对 然后这小勺子 我觉得吃甜品 吃冰淇淋 蛮好看的 很简单 买了六对 然后它每一个这饼上的颜色 都不一样 它这质感蛮好的 那餐具的部分就到这边 这边是文具的部分 我买了好多笔啊 因为最近每次要写字 或者是签字的时候 我发现加了没笔 所以我这次囤了好多笔 然后这边呢 是有一些这种变迁纸 平时写字的时候 或者要有什么东西 要提醒自己的 写在上面贴起来比较方便 这个本子还蛮好看的 有点像小杂质的感觉 它里面就是这种一条一条的 蛮厚的 然后这边还有手机壳 我直接打开吧 那第一个手机壳呢 是粉底配绿字的 这个我是在红薯上被种草的 然后回淘宝上买的 这个不打开吧 这是给我朋友买的手机壳 我看到这种小东西 长得像谁 我就想买给谁 因为很便宜嘛 这长得很像我一个朋友 很可爱 然后这边是一个透明的手机壳 就很干净 手机壳我买重复了 也是我现在手机正在用的 我手机呢 然后在这 然后我是自己搭拎配的这个手机支架 它这里有些个CAT 我频道的名字很像 而且这里还有一点小镜子 就平时可以用来照眼妆啊 或者是嘴唇什么的 如果要补口红的话 然后我这边还买了两个灯 这个是灯的支架 因为我现在用的那个神明少女灯 我觉得超好用 它补光补的非常好 如果你的房间特别暗 你想在背后补光啊 或者是想要打造日光灯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灯真的很好用 但这个灯会有点发烫 我不知道为什么 澳洲这边好像也是220伏吧 跟国内差不多 但不知道为什么 这有的时候用着用着会很烫 用它的时候要小心 但确实是很亮很亮 这里这一坨呢 是双十一的时候 买的这个是雏菊的天空 这个修护精油我听说过一百遍了 但从来都没买过 它送了一个面霜 薰衣草纯露 然后澳洲这边很奇怪 澳洲买不到理肤全的这个cream 然后也买不到Bioderma的这个DS乳 但这两个品牌明明药妆店都有 但就是这两个东西澳洲药店没有 我就找了那个淘宝上的代购 还用了两个过来 护发乳 这个是我在谁 我在一个女生的直播间买的 它是大的缝小的好像是这样 反正倒了好几罐 这个是啪啪打脸现场 我本来想说以后少用卸妆膏 多用卸妆油 但我最近试的卸妆油真的都不咋好用 卸妆膏呢也都没有pharmacy这个好用 而且澳洲的Safari居然没有pharmacy的卸妆膏了 我就刚好趁佳琪直播间 反正这是很划算我记得 你看到了多少瓶 一瓶 两瓶 三瓶 一瓶是100ml的 四瓶 五瓶 六瓶 这个我大概能用一年吧 然后这边呢 你们可以看到啊 全部都是我屯的 目的的美瞳 我只有在拍视频的时候才会戴美瞳 平时日常生活中 连在度数的隐形眼镜我都不太会戴 因为我眼睛太敏感了 平时都是戴框架眼镜 然后这边是有几个混杂的小耳环 Good morning看我的头发 我把眼睛戴起来了 今天是阴天 所以想吃一点甜的 所以我打算直接去取外卖 一会儿回公寓 就是去公寓 拍视频的时候 边吃边拍 这裙子折也太多了吧 布料不好 当当 我点了FUMI这家 在Sauciara那边 然后我点的是他家 比较有名的一个甜咖啡 可是我没加糖 然后就他家的这个 海盐芝士 既然要吃 我觉得就要吃爽 所以说 我买了一个巧克力 阿歇尔的菠萝饼 是一个鸡蛋菠萝包 应该是这样 开心 要吃 我想先吃一口 这cream 我刚才开车的时候 就是只喝到咖啡嘛 然后没吃到他这个 然后我边吃边看看 今天想拍一个那个 在红薯上大家都拍爆了的东西 纸醉金迷 给你们看我新换的壳子 可爱不 在淘宝买的 就之前开箱的时候 已经给你们看过 然后我还想了一套穿搭 所以说 想说拍完纸醉金迷呢 可以再去拍个穿搭 因为今天不是特别想拍长视频 我尝尝这个面包 嗯 很一般嘛 我以为他边上的这个小包包 是那种甜的或者是脆的 太一般了 那我要尝一下这巧克力的菠萝包 嗯 嗯 菠萝包这个面包不错 看它里面还有酱 里面是灌满了巧克力 哇 嗯 幸好我都买了一个巧克力的菠萝包 好爽 哦 今天这睫毛 其实今天这个睫毛贴的挺失败的 这个睫毛本身是好看的 它那个梗特别硬 然后特别粗 我花了好久去剪这个睫毛的梗 然后又一粗粗的贴 贴上以后呢 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还是好看的 但稍微有一丢丢的奇怪 好的 我不要对着相机臭美了 我要赶紧去搞造型 阿龙哈 今天太阳好大 我后面是一个酒店 听说很好拍 然后我先到了 再等我朋友 我在想我要不要进去找个位置 哇 还变得好爽 哇 好安静啊 我们拍完了 我的第二个look 在沙滩让穿雪 总是 也不行啊 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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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买了一套 然后东西就都在里面了 这个我还没打算用 到时候再说吧 这是我让我男朋友在亚马逊上帮我买的 因为我小碎发特别多 我还没用过 OK 它是这样推出来的 这两个包裹呢 分别是我在不同的超市买的 一个是叫什么 Mile Mall 最大最全的日本跨境直游平台 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吗 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但我之前已经有在他家买过一次了 他家有那个我非常喜欢喝的日本玉米虚茶 然后澳洲这边本来是很多超市都断货的 我就先在这上面买了 刚买完发现其他超市也补货了 No Kiss Me的睫毛打底膏 这里面是带纤维的 所以说是用这个睫毛打底之后呢 睫毛会变长 Kate的眼线胶笔 我之前看了一个美妆博主 他今年用空了好多支Kate的眼线胶笔 我就想说跟着他试试看 琳卡的果冻 Current的保湿面霜 这个好小一个啊 怪不得便宜呢 这个也是我看了个护肤大神推荐的一个美容原液 具体成分是啥 我忘了都是在研究一下 染霉膏不用多说吧 棕色的6号 一大包里面有小的cheese条 自打上次给我男朋友买那个小香肠 虽然没怎么吃啊 但我觉得就是小小一个很有意思 刷剧的时候 刷狂飙的时候可以吃 嗯 好吃 这个不用多说了吧 青汁 我下这单的主要幕后推手 玉米虚茶 C好喝 有一点香香甜甜的 但没什么卡路里 然后里面又有那种纤维 可以帮忙上厕所 挺好 那天看剧的时候 跟我男朋友嘴巴很淡 想喝瓜子什么的 然后就想说 混一堆零食 我特别喜欢吃酸酸的东西 麻椒青豆花生 吃花生的时候还蛮喜欢里面有那个花椒的 就感觉嚼着贼爽 贼提精神 爆辣锅巴 瓜子 哇 瓜子 麻辣八爪烧 应该是garbatry的那种小零食 凤爪不用多说吧 又是锅巴 陈皮美饼 老街口的五香味瓜子 诶 这也是我买的那种零食 小包的香肠 这个跟之前日本开箱那个肠子不一样 这个是有点那种台湾小香肠的感觉 不是那种油肠 这个我觉得我男朋友应该会喜欢 一个大包装的 里面都是小浣熊 每一包都非常小 里面有八包呢 你敢信 然后 最后两个东西 诶 又是囤货的这个玉米须茶 它们俩是一个bundle 它们这个组合里面一个是玉米须茶 另外一个是黑豆茶 这黑豆茶我没喝过 我就是一直就对这个玉米须茶特别的爱 开箱完毕 我刚准备卸妆 然后刚把头发鼓起来以后 头发披着还好啊 头发一鼓起来 感觉这个妆真的有点像唱戏的 今天晚上去那个朗亭吃的自助餐 吃的贼称 现在整个就是血糖上来了 就特别的困 所以一到家我就想说先卸妆 今天来吧一起卸妆 我今天没带相机回来 但是手机也OK的啊 这手机还带美颜 挺好的 然后 先是用这个眼唇卸 Bioderma的 Muji的卸妆布 它边上是不扎边的这种 是敷个15到30秒的 卸面布的呢 就用这个Pharmacy的卸妆膏 我洗完了 果然洗脸的时候会有头脑风暴 洗的时候发现我明明有个手机支架在家 可以调一个正常的角度来录 然后水的话 纸一瓶是可以用这个Minen的2号水的 特别滋润 这个水这个是我最近发现的宝物 我觉得我大概要回购10瓶 然后这也是采买不久的李肤全的B5 这个精华听说有消炎镇定补水 什么的 一系列的功效 刮砂板 稍微让它吸收吸收 也是李肤全的这个B5面霜也很好用 这个是那种偏乳液质地的 单价会比那个B5的修复霜要贵 但听说这个抗老的效果特别好 但今天我感觉我的那个直一皮炎 有一点要复发的感觉 就脸上很刺 所以还是用这个Bioderma的DS乳 最后是莱文医生的这个巴胜泰眼部精华 好我护肤步骤差不多就完了 算是很精简吧 没骗你们 因为真的只一皮炎不能脸上涂太多东西 写完妆就这样了 其实我现在根本看不到我自己 因为我是这样手机后置录的 这样在镜子里可以看到 然后美颜相机可能带一点小脸的功能吧 感觉后面的墙可能会有一点病化 不过没关系 好那就这样了 我去泡一点茶便记一下视频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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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我们下期见 嘴上说不要 但真的收到了就会很开心 我打算把它从公寓拿回去 因为公寓太热了 我想让它多保鲜保鲜 一会儿拿回家 然后今天穿这样一套 晚上可以跟男朋友出去吃饭 我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蛮喜欢这种泡泡袖啊 还有这种丝绒的衣服 好了 那就收拾收拾准备去吃好吃的吧 这个相机真的对焦 我出门不打算带它了 用手机吧还是 这很多还有那个Gibsland的酒 我们到了又是Farmist Daughter 已经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了 不过这家车是蛮好吃的 这面包这么绝了 啊我要吃面包 绝绝吃面包 这面包怎么能这么好吃 两个好吃吗 好香 这个是千层里面是牛脸肉 还有沙拉 我觉得他家的面食都好好吃啊 千万 这个牛脸肉千层好好吃 好看 哦 回来了 我先把花插一下 这个是之前朋友送的一个很漂亮的花皮 我把丝带绑在这边 心情还是很好的 小花花